俄羅斯星期三再次在聯合國安利會動用否決權以保護敘利亞獨裁者阿瑟德 不因為上星期發生的致命化學武器攻擊事件而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尼基克利在安利會發言時表示 通過這次的否決,俄羅斯對責任是說白 俄羅斯對與聯合國獨立調查工作進行合作是說白 俄羅斯對有助促進聚利亞和平的決議案是說白 俄羅斯再一次選擇與阿薩德是站在一起 通過這次的10票贊成,2票反對3票棄權的投票表決 俄羅斯阻留了英美法推動的決議 中國刊見的是沒有與俄羅斯保持一次投下棄權票 而安利會非上任理事國玻利維亞投了反對票 埃塞俄比亞和哈薩克斯坦和中國一起投下棄權票 這項決議草案曾後譴責化武襲備 並且加強對事件真相的國際調查 上星期四,一項類似的決議草案未能付諸表決 尼基克利大使補充說 如果這個制補充是侵犯, 如說, 這個制補充的資料會被拒絕下人